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車展去! 車展要去看車頭燈 我跟你講我是為了要第一手跟大家分享 我才去看的 其實齁 從以前到現在 我不喜歡去看車展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覺得我都買不起 那些車我現在去看了 我可能要等一年兩年三年 我才有機會買到他們 而且我也研究一下 最受矚目的車也沒什麼車 可能就裡面就只有ST吧 如果比較接近一點 所以我真的是要去幫大家拍一些車頭燈回來 因為那些車子我還要過一兩年 才有辦法買得到 Kiss很快就買到 Kiss也是過一年才買到啊 最快的目前是馬三啊 兩個月就買到了 二手福特別碰 我覺得我今天才遇到一個福特的問題 有一個客人就是 他想買這個Focus 三代Focus 然後他回去啊 他的這個修理場就跟他講說 我來講Focus這個車齁齁 你開在這個高速公路齁 會動力全失 這空母的 不可以買 買了你就會出賽 客人就很擔心說 那他買福特的車會不會GG 我先講一個 其實齁 修理場在後面補尾刀這件事情 其實在我們業界是很常見的 我先從這個觀點先切入 其實大家不要以為修理場 他的收入來源只有修車而已 其實並沒有那麼單純齁 其實他們有很多的周邊的收益來源嘛 比如說你委託他幫你送去考期 你委託他幫你裝行車記錄器 甚至你委託他找二手車買賣 介紹車行 這些都是他的收入來源 那有可能就是說 他也有在經手這個仲介買賣的話 其實我遇到有為數蠻多的修理場 都會幫老顧客去仲介買賣 那當然因為老顧客有時候他們有一個絕對的信任度 所以他用他的專業去幫客戶找車 那賺一點點錢 這也是合情合理 那也會造成一種狀況就是 萬一他的老客戶沒有找他買車 而是去外面買車的時候 可能會我們俗稱 業界俗稱住車 就跟你講 那台車很暖的啦 那不可以買的啦 喔 我想你坐那種車都想你不好啦 等等等等等等 這種情形我們蠻常發生的 我曾經遇過有一個南投的一個客戶齁 上來跟我買一台March 我也忘記實際的價錢 假設他買13萬 那他就回到南投 然後他的修理場 然後修理場說 欸啊你怎麼開這個March來 他說啊我就上台北啊 買這個March啊 然後那個修理場就問他說 啊這幾年你買多少 他說啊幾年的 我買13萬 啊太貴了啦 這車輛跑去台北人買13萬 你投給他打贏喔 就先煮一個大堂的 有沒有 然後那個客人就說 欸啊大家認識那麼久 我車之前都在你這邊保養 你幫我看一下車有什麼問題 對不對有問題我好跟車商阿Q 啊車商就是我 他跟我買的 這個修理場喔 引擎蓋一打開 然後他就 客人敘述給我聽的喔 他說 喔 東西都給你換好了 他說啊對啊 啊這個就是那個台北啊 一個還蠻有名的 叫小師的啊 他都會幫我們檢查換耗材 喔欸你們才有新的 啊伯父有新的 喔他講的是那個東西 因為修理場內行 然後修理場跟他講說 啊這水胖部一定沒換啦 水胖部一定要換 你這早9萬8 這水胖部一定要換啦 欸沒有喔 那個小師水胖部也換新了 水胖部也換啊 喔這樣應該13萬應該是沒貴啦 這個是我覺得還算有一點點 良心實話實說的一個修理場 那這些都是這個車主 轉述給我聽的啦 當然我們也遇過喔 客戶也是來買車 然後看完車以後他就說 欸我跟你講 我爸爸喔 有一個很好的朋友在開修理場 認識幾十年 都幾十年都幾十年啊 我明天我帶他來看一下車 沒問題我就買了 然後我說啊沒問題啊 這個當然合理啊 我們車就不怕人家看對不對 欸隔天帶來了 然後欸啊 看看看看看看 欸找個機會 把我們年輕人喔 服務人員拉到旁邊 這個 可不可以來一點點 幫你說好話 手就伸著伸著 伸著伸著 欸有沒有 不是愛心喔 不是手指的愛心喔 那我們那個服務人員菜鳥就跑來找我啊 就跑來找我說 欸啊那個 他們帶的修理場 意思就是 可能給點好處這樣 講個好話 我說啊不是說 實在幾十年都幾十年 然後我就說 欸啊你去跟他講 如果我這個車哪裡不好 麻煩他指教 麻煩他老實的跟客戶講 我這車哪裡不好 對不對 我改進 我有這個錢 給你三千五千八千一萬的commission 那我這個錢 我就花在車上面 給客人爽就好了 我給你幹嘛 結果欸 看一看 好閒的 他也是跟客戶講 阿應該是可以買 阿他也是沒有講得很那個 他說阿可能齁 一些什麼 配大什麼 應該就OK了啦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互相 後來這台車 客戶也買了 對不對 那他可能他有嫌一些 比如說阿皮帶要換阿 引擎腳差不多要換 這個修理場 有點出來嘛 客人訂了以後 我就叫這個服務人員 去問那個修理場的地點在哪裡 我就跟這個服務人員講 我說這台車 整理這些東西 你開去給他整理 後來就開去這個 跟我們要commission的這個修理場 給他整理 交車錢的一些 有換油啦 換皮帶阿 換套材阿 煞車皮阿 我就給他做 我覺得這個東西合理嘛 大家有錢賺 把這個車交給你 賺這筆錢 你把它換好 阿你爽 客人爽 我也爽 大家都爽 對不對 這個就是一個你要跟我打嘴炮 拿幾千塊我不要 齁 但是我這個車換這些 整理這些東西去給你 你要跟我說八千收一萬 我都OK 因為至少他反應在車子上面 那你有做你專業的事情 大家都很開心 那修理場後來跟我們也不錯阿 他也很開心 覺得我們處理事情的流程是正確的 反正修理場講的話 第一個我們可能有時候齁 有一個利益衝突的時候 不管有沒有利益衝突啦 我不知道阿 因為我也不知道對方修理場怎樣 那以這個Focus為例就是 不論他跟修理場關係我不知道 但是可信度 能信到多少 那取決於你們的關係 齁 所以有時候朋友 親戚我一直在直播強調 親戚朋友在買賣 你還是不要太高估你們的關係 應該這樣講 有時候講到錢齁 那真的朋友都賓一賓 一旦人家很主動的說 欸我幫你找車 欸我認識車行 我誰誰誰哪個朋友 在哪裡 在賣車的 那你可能你必須要去評估一下 你們的關係 是好到什麼程度 這趟畢哥講的 他網路最流行的一句話 認識的最貴阿 好那再來 我們再移到這個 Focus Fiesta變速箱的問題齁 第一件事情 當然 我賣了很多 Focus Fiesta這個 叫裝離合器的 PS的變速箱的這個車子 那基本上 他在2014年的時候 有做一次 這個TCM模組的更新 那很多車主不知道去更新 很多車主 車子賣給我們以後 變成二手車以後 其實他那個模組都是沒有更新的 不管你買的是 Fiesta還是 Focus 我們在交車之前 我們都會去原廠 去檢查 插電腦 看他有沒有更新 沒有更新的話 我們會免費的做一個更新 然後再來第二個就是 你說這個 Focus Fiesta 這個變速箱 開一開會失去動力 很危險 我跟你講啦 路上的Fiesta 路上的Focus 真的數量不算少 阿如果真的都失去動力齁 每天你露 你就看到Focus 跟Fiesta在燒爐 他也許他是有一個 買到機王的風險 你不能用這種 嚇唬客人的方式 說 這輛車你買到 你就是會怎樣 你就是會怎樣 我覺得這個說話不夠客觀 你如果說 像你講的那麼可怕 今天事情有那麼容易解決 路上還有那麼多 Focus Fiesta 那些開這些車子都白痴 每天都把自己的生命 交在這台車的手上 對吧 這是第二個觀點 第三個觀點就是說 韌體更新阿 我有修過Focus 我從以前到現在 Focus Fiesta 我一定賣超過100台以上 那我也沒有去算 一定是100台以上 這種雙離合器 變速箱的車子 我之前一直講過 Fiesta我修過一台 開16萬公里的時候 四門版的Fiesta 去修了一次變速箱 Focus的部分 我修過兩台 一台開24萬公里 一台開17萬公里 一台開17萬公里 的時候 我不會跟你講說 這個不會發生 但是我只能用我親身的 我賣出去的統計跟經驗 來跟你講 我有修過 那但是我剛好我修到 里程數都偏高 OK嘛 你自己評估嘛 有沒有講的這麼可怕 或者是他可不可以買 我覺得遇到很多 買Fiesta買Focus的客戶朋友 我都覺得說 他們很清楚的知道說 我花這樣的錢 享受這樣的安全性 跟這樣子的折舊 我可能裡面是 有一點風險 難道他們不會去上網嗎 難道他們不知道說 可能有機率 會有變速箱的問題 那今天是因為說 他們相信小事 有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他們來跟我們買 再來下一點是 我的二手車已經是 在市場裡面挑選 車況挑選里程數 相對比較低的車子 車況比較好的車子出來買 那當然我可以告訴你 我的車的風險 可能是100台的兩台 你在外面其他地方買的 我不曉得 他有沒有幫你做任體更新 他的里程數 是不是正確的 他這個車是不是之前 有沒有二超過 有沒有改裝過 他這個車之前怎麼樣怎麼樣 我不曉得 但是我的東西 就是這樣子的比例 我就只能把一個 現實面的數據 提供給你參考 那我也不會跟你講說 絕對不錯 我不會跟你講 我幹嘛去跟你保證這個 會不會壞 是福特做出來的問題 不是我的問題 我已經挑 市場上的前十名的東西 前五名的東西 來賣給你了 那我還要跟你 Garantee 為什麼Garantee這個東西 不是原廠去Garantee 為什麼是我去Garantee 啊基本上 Polks的變速箱問題 永遠就是 你覺得不划算的人 就是不划算 你是開Artist 你是開Toyota 你是開尼桑命的人 你就是 永遠就是開那些車 沒有對或是不對 就每個人的價值觀 CP值都不一樣 什麼車都可以買 主要是看你 站什麼角度看 CPT有沒有修過 CPT我修過啊 2.5的Tiena我修過啊 這個東西是這樣 我都跟大家講 你們都很怕買到問題很多車 我真的比你還要怕 我受不了我的品管有問題 或是我的客人一直回來修 這種這件事情 我真的沒那麼多時間 所以一當我覺得那個車會有太大的風險 我就不賣 什麼車我不賣 Mondel我就不賣啊 其實很多車種我不賣 冷氣沒有問題 不會去換壓縮機冷凍油 因為換冷凍油也SOP 除非修理廠這方面很專業 不然不會主動換壓縮機 欸沒錯 Vic講的沒有錯齁 冷凍油這個東西 其實壓縮機跟冷凍油 蠻少定期在換 除非你真的有一點聲音了 或壓力不夠冷度不夠 才會朝這個方向去做 那一般齁 其實國產車來講 我的經驗一顆壓縮機 依我在賣的這些車 一顆壓縮機用超過十年 都不太會有太大的問題 而且齁 國產車壓縮機真的也沒有很貴 3年跑5萬跟10萬 價差多少是合理 Market 2.0喔 隨便也要差個20萬 7HR沒有收過 超貴的 馬六其實我很久以前 有在長期追蹤我的 你有沒有在我這邊看過馬六 我只賣那個第一批2.3S的馬六而已 所以我馬六我只有賣過第一代的2.3S的 那之後的馬六我一台都沒賣過 我覺得有一些車是划算 有一些車不划算 那有什麼車是有疑慮的 我們就不要碰 然後包含我一直在跟大家講的油電車 那從2003年到現在 我也是這一兩年我才開始賣油電車 那為什麼 因為我必須要觀察它 我放心說 欸我覺得電池的價格啊 或者是它的問題 疑難雜症妥善率怎麼樣 那是不是我能夠接受的範圍 那我賣人家會不會問題很多 觀察完了覺得好像OK的 我才會開始賣這個車 我坦白說啦 商人是這樣嘛 納智傑有錢賺 我可以買的很便宜 啊賣出去有差價賺 我就賣納智傑 對不對韓國車進來 喔好快喔 他在帶 我在帶 喔年輕人來都 沒考慮啊 都不用考慮啊 有沒有 一來就是刷卡 喔馬上就買了 那有錢賺嘛 我就賣了 可是你真的會去探究說 我賣的這項商品給人家 那他以後會怎樣 沒有人在管你啊 我現在就探得錢 我就聽回來開啊 我管你那麼多 我管你回去怎樣 反正賣了就沒我的事啊 09年西美8代2.0 行情大概多少 你如果是賣的話應該20幾萬吧 如果黑內裝 喔黑內裝搞不好更貴 里程數低 搞不好可以 弄到它將近30多的機會 你要買的話一定是30幾 我跟你講家園 渦輪車的耐用也是我現在在觀察的東西 現在大媽都塞渦輪 我就來看這些渦輪做的怎樣 335 沒有啦 那335是我真的要買啊 他沒有要賣啊 他才剛買而已 他不會賣我 他賣我就跟他買啊 怕什麼小朋友 庫卡第一批1.6變速箱是不是有疑慮 好像比起後面1.5的稍微差一點 躲散率好像聽說差了一些 但其實1.6的庫卡我賣很少 仙草 我跟妳講 仙草現在有人問我 我都第一個問他說 拼物箱是好的嗎 不是吧 現在主流應該不是2.0T吧 我覺得現在主流應該是1.5T 1.6T那個 那個level的 請教一下關於殘險的問題 收離有市值20萬 不幸被撞 車子維修15萬 對方說殘險說市值12萬 維修超過的就是他們用12萬買了沒得商量 昆池這個問題我常遇到 我們現在的法律就是這樣 我撞到你 我就負責幫你修回 修復 我沒有在管你說折價的問題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他媽的他說多少錢就多少錢 這個很久以前就是有一個 福斯的T1被撞了 好假設我忘記撞什麼零件了啦 福斯T1的古董車嘛 所以他零件是很貴的對不對 那後來齁 假設他一個大燈去買了 比如說3萬塊台幣修復 我被你撞了 我大燈破掉我要修 結果呢 告上法院 法院算他這個年紀 因為T1好像30幾年40年的老車了 他把折舊3040年之後算進去 那個大燈到最後賠8塊就好 那這是一個很不合理的地方 因為我想你不懂他的價值 就是大家最常講這句話 他們只能用一個表定的說 你這個就是折舊 再算折舊 再折舊再折舊 折到最後一個大燈剩8塊 鐵安娜賣掉了 今天155位 剛剛有看影片的 鐵安娜齁 我把他送到開賣場去 就讓全省的車商競標 把他標走 好像標3萬9吧 我也忘了 蘇巴路沒有 蘇巴路我目前只有賣過 IMPRESA 1.6的跟 Legacy吧 對我只賣過這兩種 有沒有考慮再過幾年轉外匯車 沒有沒有考慮轉外匯車 我常在分享喔 一台C300 假設進來100萬 我寧願買10台Vios 第一個 100萬還有往下的折價空間太大 Vios10萬 我放一年放兩年 他可能還是差不多10萬 第二個賣一台C300賺的錢 不如10台Vios加起來賺的錢 所以 我可能還是會賣10台Vios 而且 我賣一台100多萬的C300 客人來跟我KK嗨嗨 喔啊 賣手好像一塊很大塊的 喔我百多萬要給你買車啊 有沒有 阿咱說真的 你有一點錢 可是你一定沒有很多 為什麼 因為你有很多錢去買新的 你不會來買二手 你知道嗎 就是那種嘴裝不滿的那個 想最大聲嘛 就很秋條 喔我百多萬給你買 喔啊你這個啊 你這個啊不二三批啊 啊啊沒有泥湯啊沒有MG喔 喔啊 好像全世界都是他的這個二手車場 欸 他隨他挑 選飛隨他挑 有沒有 你今天去酒店就是當大爺嘛 第一輪不行換掉 第二輪不行換掉 我跟你講 這有套路的 你去酒店那個妹妹來 越換只會越醜而已 這就是一個套路 你換到最後 你就說 啊不好意思 第一輪第三個好不好 左邊數來第三個 啊不好意思 換他弄你 通常都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那種客人 來當大爺的 難處理 他買的是奢侈品 那我賣十台Vios 我可以幫助十個 沒有那麼好過的人家 為什麼 因為我賣他一個好東西 我賺了一點點錢 微博利潤 我這一台Vios 我絕對可以幫助他成家立業 幫助他賺更多的錢 存更多的錢 然後我可以幫助十個人 然後十台的微博利潤 加起來還超過一台C300 賺的錢 我幹嘛去賣外匯車 引擎彈缸過 有比較好嗎 我覺得引擎彈缸過就掛了 就虛了 以前我們在改摩托車齁 改DEO的時候 基本上你的引擎只要縮過 彈缸 除非是技術 一等一的店家 不然我跟你講 再縮的機率很高 不是不賣嗎 啊不賣 我真的我整台車百多台都不賣就好啊 有錢賺當然要賣啊 是說不整理了啦 啊有人要買我們還是賣啦 欸那個真的有人買我也覺得賺到欸 啊我很懷疑買的人回去要怎麼賣 欸可是其實你換一個角度想 有沒有可能 那個人可能一台車想要修 那他買一台回來當零件車 其實拆一拆也划算 他買三萬九回去拆零件 搞不好他覺得很划算 所以其實他搞不好買回去有用途啊 我們也不曉得要幹嘛 他搞不好回去貼GTR的牌也不一定 CRV2.4現在好像都沒有欸 欸有啊有一台07年的啊 北中南酒店X1 我不知道啦 我都沒有在 欸我是 誠實可靠小郎君 我們平常沒有什麼不良嗜好 對不對 寫寫書法 談談古真 刺刺秀 啊玩玩二手車 我們也沒有辦法玩女人 啊我們也沒辦法換老婆 啊我們就換車子 欸習武網 我覺得習武網的水很深 我們不是買一台那個 要買一台中八 我跟你講中八之後有影片 我小吃我真的買一台中八 我有去習武網標那個中八 我發現啊那些帳號啊 都是幾乎都是重複的 他那個是有點像以前雅虎拍賣這樣 就是你可以出價嘛 齁 五萬五然後下一個出五萬六 下一個出五萬七 你知道屌是什麼嗎 快截止之前我就開網頁在等對不對 我本來想要用標的 我們已經去台電看過車 台電有一台中八 很神奇喔 一個帳號有沒有 比如說他自己出了五萬五對不對 過五分鐘他自己又出五萬八 然後再過十分鐘他自己又出六萬三 然後再過十分鐘他自己又出六萬八 你如果說正常的狀況應該是他出五萬八 然後有別的帳號出五萬九對不對 然後他再來出六萬 可是不是喔 沒有人跟他搶 他自己隔五分鐘就加一次 你如果說是快接近這個結標的這個時間 那你怕被忽然被人家陳曉金 時間快截止加你的價 所以你在快截止之前你自己加自己合理對不對 可是我看到他自己加自己是在半小時前 我半小時前開那個網頁看我就看他自己在加自己 然後很神奇的是 這個帳號因為他有規定一個帳號只能出價 比如說三次或五次對不對 你就看到這個帳號自己疊自己疊完了以後 就換另外一個帳號來 再自己再疊自己 半個小時前就這樣一直疊了 然後我就想了很久 我說他這樣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他的目的是什麼 我一直在想這件事 是不想讓別人標嗎 什麼原因我真的搞不懂 然後我就看到大概有三個帳號左右 就在那邊輪流的自己疊自己的價格 一個帳號疊完出價 沒有辦法再出了 就換下一個帳號來 又自己疊自己 工具車瑞斯好還是林立好 瑞斯好啊 跟福特品牌差異大嗎 在大陸保值率較差 堪哥我覺得林肯齁 這個牌子你可能要看這個大陸當地的 保修的能力怎麼樣 你如果在台灣我一定叫你不要買 可是在大陸因為他們車的車種比較多 所以你要去看說他的保修的這個機制啊 外場啊完不完整 齁 如果完整的話再買 當然折價多有好處 可是你折價多 享受折價多以外 你還必須得回來 至少說我們要修 我們要開錢 有人會那要修理嗎 G35 G37有什麼看法 傑森 G35我有影片已經拍好了 還在剪輯當中好不好 期待一下YT會上片 G35 我剪到一半 經濟又省油 只有牛頭牌可以選嗎 HONDA SUZUKI 經濟又省油 保持性又高 妥善率又高 收得到90經典跑車嗎 收不太到 昆池我收不太到 有啦有遇到車礦好我一定會買 因為我也很怕這些車 我幾時在店裡的時段較多 我通常都是下午時段會再比較多 我跟你講 G78車礦好會不會收 收東西都看感覺看口味 主要當然是前提是要車礦好 我覺得你車礦好里程低 再怎麼冷門 我都還會有意願想要拼看看 真的啦 G35好車棒 25萬到40萬 買到五門小仙貝超多的喔 Golf啊 Polo啊 Fabi啊 Fiesta啊 Fit啊 Yaris啊 Swift啊 你想得到應該都買得到啦 25到40 range 很多車都可以買 有買過1.5T CRV嗎 有啊 新年年中賣過一台啊 過一陣子應該還會有一台 1.5T CRV有跟車的嘛 新車113萬頂級的 今天有在跟人家談 14 Lancer EO 沒有問題啦 Lancer EO沒什麼問題 問題就是你可能會花錢去改 開Lancer不改車 你開Lancer幹嘛 還有City嗎 沒有我最近也在找 可是我最近都遇到那種 14年15年的City 那14年15年的City跟16年的City有什麼不一樣你知道嗎 16年之後就有6個氣囊 所以要買16年之後的City 但是我找不到 我最近都遇到14跟15的 12Portis算超值 我覺得12Portis算平平啊 就是說它的價格有符合它的水準 它不是說喔東西很棒 然後賣的價格很便宜 也不是說很便宜然後車很爛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表現在很中規中矩的地方的車子 1.5T CRV出不久啦 目前還沒有遇到什麼通病 啊就是喔 通常我們進車的時候 我就膠條會稍微拉一下 看看有沒有生鏽的問題 其實它基本上還好 那DSG其實我覺得那個不能稱作雷欸 那一天喔 我們Helix就來說 他想要換這個Focus ST 那我就會問他 我說可是我不會想要買ST欸 我覺得差不多前我會買Golf GTI 我覺得很多事情是這樣喔 你還沒有開過比如說VAG車系的車之前 你可能在網路上聽到很多人講怎樣怎樣怎樣 可是啊我發現啊 很多來跟我買Golf的客戶啊 都是在他試開過之後回來 馬上就下決定 你開過以後你才能體會說 喔原來這就是德國車 原來人家說你遲早要買德國車 何不現在就買 是這個原因 不管變速箱 不管那個車體結構啊 隔音啊 還有整個紮實度 你只要開過基本上 你就知道為什麼 那麼多人在開德國車 C兔跟劍兔哪一台比較適合新手 劍兔啊 街恰CRV什麼顏色 黑色的啊最頂級113萬是有天窗的啊 仙草最近沒收到 因為可能喔 我披頭都問人家變速箱 所以人家都不敢賣我 二線豪華品牌 銷量差遷 所以二手保持續性 搞台二手給公司當公務車接客戶 你應該是偏向建議 對啊我會比較偏向凱迪拉克 對沒有開車經驗的一定是買日式系車 沒有第二句話 PASA旅行車建議買嗎 建議啊可以啊 你如果覺得說你需要它的空間 我是覺得 我是不會買PASA旅行車 因為我覺得它很長 啊我不喜歡那個長度 12到13的鬼人尼米娜 30幾萬啊 35萬左右吧 可以買嗎可以啊 欸你30幾萬買WISH 我看買09年的 10年的而已 鬼人尼米娜CP值算高啊 因為那個年代齁 你1213要買馬五也是貴的死沒人啊 所以要買這種小七人座有沒有 鬼人尼米娜是CP值最高的 因為大家都一樣沒什麼配備啦 不用想太多 CRV有收到價格在哪 欸不知道還在談 還在談 不過應該不會多便宜啊 1.5的CRV應該便宜不到哪裡去 2007、2.0、2.4雅各行情多少 30萬左右 跳、燈、車還有辦法找到嗎 啊能夠看緣分跟運氣了啊 那個我以前還開過PROBI耶 金箭雕 現在也找不到了啊 金箭雕還有2.5的 天王星引擎 金箭雕 奧迪DSG現在還有問題嗎 A商有興趣 我跟你講啦 你要買Golf 你要買奧迪的車 DSG便室箱 坦白說 你一定是買越接近現代 問題是越少 這是一定肯定的 因為車廠都是這樣嘛 一開始先讓這些白老鼠先買去 啊壞掉了再回來爐的時候 我再看看是什麼問題 慢慢修正慢慢修正 所以當然你買年份越接近現代的 越新是越安全 那你要去買到越舊的當然風險會越高啊 HRV我不太會想買欸 那貴的要死 那一兩年的車差個十幾萬要搞屁啊 FORTIS CVT便用箱鈍錯問題 FORTIS其實算沒有算很會鈍 你真的鈍的其實是嗎 COPLUS鈍比較誇張 FORTIS因為馬力還夠 所以我覺得鈍還好 但是CVT它那個30的齁 原廠也一樣 我覺得跟福特一樣 他們也做過這個韌體修正跟更新 應該也是免費的 那我的經驗是 如果你有一些鈍挫問題 你回原廠去做一個更新 免費的 應該會好很多 COPLUS鈍看起來 我覺得車型比較好看一點 13年520D 紅米我不知道欸 我最近沒有買賣到 要查一下才知道 因為柴油的我很少 真的很少買 Q50 其實Infinity的車 我都覺得二手車可以買 因為它折價真的夠 幹我媽 難怪我都接不到業配 我都叫人家跟他講說 這個買新的浪費 要買二手 哈哈哈哈 等一下 媽 新車廠怎麼給我配啊 它這種車廠 從以前到現在的套路 都是一樣 新車的時候定貴貴的 然後後面 折價很多 那折價很多 就造成二手車的 折價很大 那當初會去買這些車 Infinity新車的人 也沒有再沒有錢 那大部分齁 其實里程數 普遍也不會開太高 那萬一他覺得膩了 他賣出來 里程少少的 那折價又夠 哇我們來接那個最爽了 我覺得啦 我覺得接那種車最爽 乾式離合器也是可以啊 越新越OK啦 三菱日食的車 乾 羞 憨 晃 你說這個新的這個 Eclipse的Closover 是不是 我告訴你我今天才買 哇操 你真是內行 太內行了 我今天才買一台日食 不是CHR不是不熟 我覺得真的太貴 那種車嗎 差十幾萬 啊我買回來我也難賺 啊你買的貴的要死 啊我去賣這種車 我覺得對大家都 沒有好處 所以我就很討厭 我很討厭賣折價很少的車 那種折十幾萬 一年差十幾萬 兩年也差十幾萬 跟新車的價差都十幾萬 啊這個車 因為我買也那麼貴啊 啊我賣你 我不可能再賣更高了 就87分不能更高了 因為我賣更貴 你也不跟我買啊 所以我的利潤也有限 然後你也覺得 喔小事這車好貴喔 可是你也買了 啊我賺少少的 啊我就覺得 看啊做一件 大家都很辛苦的事情 很奇怪 走排車 我會推FOCUS 2.0S 因為照顧起來 改裝套件等等的 會比較方便 FOCUS數量 那一代二代FOCUS真的數量夠多 零件套件改裝修理 你都不用怕 好照顧 然後改起來也不會 多不會跑 G1200H1718中午車行情落在多少 16的齁 小天窗的 新車150萬的 2010我剛賣大概90萬 啊1718你自己去加 一年差個3到5萬這樣 喔你說的是那個GS GST喔 還是有啦 但是應該沒什麼機會 因為我之前有進那個3000GT嘛 日時3000G 就是你說的GS GST的下一代 那時候順義總代理有進一批 我有買過一台 然後也花了錢整理 啊後來賣了也是賠錢 沒有就好玩自己買回來玩 對啊 1.5T 所以為什麼今天這台1.5T我願意跟他談 你知道嗎 因為第一個 他是新車113萬頂級的 然後那時候的頂級才有這個跟車 Honda Sensing全速域跟車 這第一個我想買的禮 再來第二個是他是2017年 也就是說他已經有兩年多了 那我認為他的折價應該可以超過十幾萬 所以113萬 他今天跟我說他賣多少錢 我有點忘記 好像是80 80左右吧 那跟新車有差30萬我覺得OK啊 差十幾萬我不能接受 14年的一歐我算一下齁 我 2011 13年的35萬 14年 40萬啊 40萬出頭 要看有沒有天窗 有沒有影音 有沒有配備 什麼顏色 里程多少 原廠框 改裝框對二手車價值有影響嗎 第一個要看你的車種 你的車的年紀 你的車款 你改裝的框是 好的還是不好的 還是土泡框 都有影響 14Tierra LS 大概多少 要看有沒有天窗里程數多少 但是其實這個車價格都會在 就換星補助差不多了 天窗外框價格還是很高 怎麼會有車商的二手車 然後天窗的外框生鏽了 然後還讓你看到 那他也太不認真的吧 其實天窗外框生鏽是正常 因為天窗的外框齁 他本來就是有排水溝在排水 大家不要以為天窗是封死的 很多人誤以為天窗是把水隔絕在外面 其實不是喔 天窗其實還是會滲水 他的框周圍 下雨的時候水還是會滲進去 只是說他在這個膠條的周圍 底下有做一個排水溝 收集這個水然後排出這個車外 所以天窗會漏水是因為排水溝堵住 絕對不是因為膠條壞掉 因為膠條本來就不是百分之百隔水 所以你既然排水溝外框會有水經過就會生鏽 而且他的塗層塗裝的整理 沒有板金的烤漆這麼多層 通常天窗都只有做一層鍍心烤漆而已 所以他生鏽是正常 生鏽一點點的鏽斑合理 但是如果鏽到爛掉鏽到穿掉 那可能就太誇張 但是基本上稍微的生鏽 做一下處理是不會有問題的 好啦時間差不多啦 早前噴到有臉好不好 下播啦 大家晚安